在火箭确定了他们新赛季常规赛的大名单的同时,作为火箭死对头的勇士也雷厉风行,得官宣了大名单。 他们火速裁掉了四名球员,又迅速完成了两笔千钩,至此新赛季的阵容搭建工作就正式结束,勇士宣布裁掉大卫森、豪斯、朗文和尤里斯这四名球员,其中尤里斯的被裁让外界深感兰兮,他在效力太阳期间曾场均贡献7.4分和4.4次助攻,其实这样的能力留在勇士阵中做一个角色球员也完全说得过去。 但是尤里斯的身高是他的硬伤,1.78米的身高让勇士高层对他的未来相当不堪好,所以最终选择抬掉他。 勇士新完成的两笔签约则分别签下了阿邦索麦基尼以及贾里尔·考鲜斯,值得一提的是,这位贾里尔·考鲜斯正是勇士签下刚刚野心的中锋德马库斯·考鲜斯的弟弟,勇士签下他的举动为外界视为为了安抚考鲜斯的控制, 自勇士最终宣布的名单当中,还有一人也被放弃,这个人就是麦考,尽管他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当中成长很快,但是在勇士这样一支超级强队当中,却依然难有立足之地。 上赛季他在与卡特相撞之后受了重伤,因此影响了他与勇士的誓约。 他在对勇士提出两年530万的誓约请求之后,并没有得到球队的回应,如今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前途重新打算,尽管放弃了这么些个球员。 但是勇士的气,不阵容深度依然不能小觑,伊哥达拉,利文斯顿,鲁尼,贝尔,库克,琼斯,杰雷扑克,麦金尼,埃恩斯和德里克森,这样的阵容深度依然非常致命。 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。